足鞋杯决赛 鲁能七名球员吴源大名单 莫伊赛斯和格德斯竞争首发 足鞋杯决赛次回合将在12月6日19点35分开赛 首回合中鲁能1比0拿下了生花 次回合鲁能只要能打平生花就能拿下足鞋杯冠军 所以鲁能不论在心理上还是战术上都是有着绝对的优势 生花最近的状态并不算好 尤其是中超最后四轮已连败告中 这次足鞋杯李肖鹏可以说是带上了全部的家底 光球员就带了24名 可以说李肖鹏这次是有备而来 不过根据媒体的透露 这次24名球员中有7名一线队球员吴源大名单 除了被国奥真调走的4人 另外3名球员分别是陈哲超 德尔加多 崔鹏 莫伊赛斯上场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场 而德格斯能增强球队的终结能力 这需要李肖鹏做出最终的选择 他们两人代表着鲁能面对生花 有着两种不同风格的战术